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出了有關於李家超做政務司司長鄧炳強做保安局局長的消息之後 坊間這個社交媒體當然就寫了版有很多的討論 很多人都覺得有什麼分別全部都是這些人誰做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我有些聽眾會有這個反應當然我尊重他們的反應 如果是這樣的話不用聽別人的分析 誰做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當然有所謂 這個是代表一條路線 一條強硬的路線 本來已經是強硬的路線 可能有些東西會更加強硬會做得更加盡 就是我的分析會是這樣 很多人這樣說就叫做 這個武官當道或者叫做武進民退 這個都是我們觀察跟著香港 跟著下來的發展未來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觀察的一個角度來的 還有就是接下來這一屆的特首誰做都是很重要 我自己覺得 我待會就詳細分析一下有幾個人的 包括777自己 有沒有份 還有一個就是689 大家知道他們是很想做 特首的 然後就有一個叫葉劉 葉劉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些表態 但是看來這三個人 能夠做的機會是越來越渺茫 林鄭就在這個記者會裡面 一直都被記者追問 追問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有關於 你是不是這次的人事變動是不是你個人的意願來的是不是你提出來的 聶德權你的愛將沒得做啊 職務司司長啊 那麼他就 用人為財 這四個字去擋 那也都說 任免的官員是要經過特首 提名 然後去 中央任免的嘛 比較要大家注意 有些雪榴了嘴 那麼他就說呢 會不會還有 這個人事的變動呢 過往他上任之後就第一次人事的大變動就動了幾個啦包括這個 公務員事務局啦 羅志剛啊那些 這個財經事務局庫務局啊等等 動了一班 那麼大家有些惡言的 裡面部分是AO來的 那麼為什麼要動呢 那麼 可能 真是問責 譬如 在這個反修例運動裡面有公務員有很多參與的 那就要 問 這個羅志剛不是那個IQ白鵬那個 是同音不同字 為什麼你會 搞不定班公務員家 好了再問他這一年 剩下一年的任期 會不會還有人事變動呢 那麼他就這樣說 他說這個政府只剩下一年的任期 再有人事變動的機會呢就不大了 不過都不能夠百分百保證 因為變動有時是涉及 被動的情況 或者個別官員的取態 這幾句說話呢有些可圈可點有些東西被人 問到 似乎好像有些 不經意地不警覺地吐了真言 什麼叫被動的情況 當然後面的補鑊就有個別官員的取態 個別官員的取態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們不做 那我也沒有辦法的他要走 但是 大家要記住 這兩次他任來的人事的大變動 都不是 個別官員說自己要走他是炒的 不是個別自己要走的 是炒的 不是個別自己要走的 我剛才說那幾個是 不甘心地離開的 所以個別官員的取態這個不存在 在這兩次人事大變動 是不是被動呢 所謂被動主動那個是誰呢 從這個分析 我覺得 真是可圈可點 我自己 整件事是這樣看的 當些人問 是不是 出於你的意願 他的意願 我上一條片都說過 一定不會是李家超 一定是他的外將 就是 這個聶德權 又或者是邱騰華 一定是 他是 出於被動的就是要他動人 反正 張建宗他也想動 他是 給個位給聶德權 上去 跟他好拍檔 但是 提了出來 上面說 不行 我有屬意的人 於是 反建議給這個 然後保安局給這個做 兩個警察 於是就上了位 我覺得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有時候會涉及被動的情況 其實他是 說漏了出來 可能會 專程又好嗎 我想就不是專程的 以他那種 專程的炒得了 方丈很小器 提到 被動的情況 即是說我逼你 很小器 我記得當年 趙紫陽 還在位的時候 八九六四之前 為何他最後會被 圈禁 致死呢 他就是下水流了水 在說哪個話事 因為他是總書記 當年 他就說重大問題都是由小平同志拍板 這個說話 大鑊了 即是說你想射給我 我很記得 三十多年前說的這番說話 我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是北京 如果我沒有記錯 重大的事情 由小平同志拍板 即是 把鑊 給小平同志 但他講了事實 真的是小平同志拍板 調動軍隊都是小平同志 於是最後 就是以這個分裂黨的罪名 軟禁到死了 所以是不可以說 事實不可以說出來 但他現在說 有時涉及被動的情況 似乎想以有所指 今次的調動 他是想換人的 他是想換了這個70歲 容鹿無能的張建宗 不過 他未必是想李家超做 是要聶德權他的外長做的 有很多分析就說 就是 武進民退 這個我也同意 武官當道我也同意 其實如果你數 他這四年 一年任期 一直都是 武進民退 武進民退 有ing 不是今次 武進民退 大躍跳 大躍進 可以這樣說 大躍進 為什麼呢 現在你要數 本來是AO做主導 他AO出身 他一直都是用AO的班子 去做 本來是AO做主導 上次 變了人之後 你要數 上次炒了一群人 例如羅茲江 財經事務局庫務局局長 劉二祥 然後張建宗 全部都是AO 動了 現在的班子 他初上任的時候 九個是AO 政務主任 林鄭自己 張建宗 聶德權 當時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楊潤雄 商經局的邱騰華 發展局的黃偉倫 公務員事務局的羅志剛 財經事務副務局劉兒祥 以及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跡智 然後 那個局長大家知道是劉剛華 全部都是AO 但是他上任的時候已經大內總管 已經是 找到入境處出身的陳國基做 特首辦主任 我自己的研判 這個也是中央 熟義的 一個很重要 他 他跟這個人和陳國基這個人數無淵源 因為他不是AO 是機率部隊 我覺得 去找他 看著林鄭 整個報局是這樣的 看著你 看有什麼出位 看有什麼不忠誠的東西 回來報告 這個是 很重要的 一個做法 曾蔭權 找 這個大內總管是找過 另一個姓曾 胡蘇貞 做這個曾俊華做 那個真的是他的老友 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和周蔭權 同樣地在學校裏面 他是 動員他回來 叫他回來 做AO 幸好他回來之後 選了一次特首就什麼都不做了 不然就會在廚房裏面 可能會熱死 離任了之後 這個 班子包括羅志剛劉二祥那些 走過之後 新甲那個是誰 政經及內事事務局 又是來自 紀律部隊入境處長的曾國衛 你看到一個陳國基 一個曾國衛 一個李家超當時 做這個 這個 保安局局長 你已經知道越來越多的 紀律部隊握槍的 去做這些文官的位 越來越多 所以政務官的角色 已經在林鄭的任內裏面慢慢減退 但是 去到政務司司長 由一個武官來做 是一個 很大的改變 有些人問立法會議員工聯會那個 叫什麼名字 麥美娟 問他會不會在香港 警察國家 香港不是國家 有些人問警察社會或者警察政府 記者就問 問他會不會變成這樣 他要用英文來回答 英文來回答 為何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I don't think this is any problem with the police state 當我們認為這個是police state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We emphasize on security 即是 我們強調保安是很重要 他不太明白 其實什麼叫做police state 或者他明白 他覺得很正 如果真是一個警察社會 一個警察政府的話 警察的 執行的方式 警察的 決策的方式 跟一般的 文人 文官完全的想法不同 即是大家走著潮 如果你說 why not 你就看看他們怎樣做 是不是只是穩定那麼簡單 好了 就 一路分析下去我就看 究竟一個 幾十年來 李家超 做了40年以上的 這個政府的官員 一路都是警隊 保安 一路都做下去都是 說緊維穩的 他是要統籌 香港那麼多的政府的部門 我想他的 工作的方向 都是說維穩 都是說國安 大家不用想 教育也是國安 這個 連康民主現在看到都是國安 全部都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所有的政策 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看 思想審查政治審查 用國安的因素去 統籌所有香港的政策 我想整個方向就是 就是如此 大家 不要有任何的原念 即是所謂 Police state 即是無論你說的警察國家 警察社會還是警察政府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任何的政策 你可能完全沒有關係的 醫療政策 社會福利的政策 都是從這個方向去看 李家超 再加上一個鄧炳強 你看鄧炳強 在這個記者會裏面 一開始就說 我作為保安局局長 他要說未來有幾場的選舉 我們要注意 選舉不關他的事 他做保安 選舉是政治及內地事務局負責 為何會說到選舉 他都覺得 選舉是要跟國安的角度去考慮 說回下一屆特首 會有什麼人做呢 我自己會看 林鄭連任的機會越來越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他是有機會給他連任的話 那個政務司司長 一定是輔助他施政那個人 不會是他的競爭對手 這點很重要 做得政務司司長這個位 如果他是想著 去輔助這個特首連任的話 他不會是一個強勢的政務司司長 所以 找聶德權做 就會令到林鄭 能夠有機會連任 但是如果找了那個叫做 李家超的人做 他如果 屬於他會選特首的話 林鄭就 沒有行 因為 做得這個位置其實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如果他不是 就是輔助 他的上司去連任的話 就是用來 做一個叫做 訓練 看一下他那個 整個 政策的又或者是這個 管理的 能力有多強 大家還記得了 唐英年 在 職任權力年代 就 做了政務司司長一段時間 大家知道他 他能力是很不足的 我也曾經分析過 就是他喝紅酒最厲害的 就讓他做這個位置 就讓他做一個歷練 那時候就是 屬於他 接任特首 誰知道中途殺出一個叫做梁振英的人 有很多故事說 梁振英當時 一直都沒有 張政府沒有屬於他做 不過他就 做了很多的功夫 令到他可以入閘 最後 因為唐英年爆出很多醜聞 於是這隻黑馬就上了位 其實那個故事就是這樣 那麼 所以 我們看到就是李家超上了這個位之後 是會令到很多人的特首蒙遂 因為這個會將會一個 強勢的政務司司長 而在這裏是一個考牌做特首的政務司司長 所以 對於林鄭來說 他能夠有機會連任 我認為是 相當渺茫 如果說 六八九 我六八九也有些奇怪 我看他的Facebook 他還在 說 陶醉於 這個蘋果日報 被整肅 被自殺這件事 還說了很多 關於蘋果日報的事情 譬如說蘋果日報印100萬份 為什麼不是印700萬份呢 我自己覺得 都挺可笑的 大家自己咀嚼一下他的說話 但是他沒有評論 這次這個人事的變動 沒有 寫出任何自己的看法 在Facebook 這個也有的奇怪 我 會看 對於六八九來說 這次也會是一個打擊 被李家超做這個 政務司司長 除非 李家超在這個一年裏面的表現 非常之不濟 真是很不敵 但是我覺得不會 那條強硬路線已經出來了 不能不不濟 用最強硬 有更強硬的方法 能夠令到 他爺 會 對他 會看起他 然後就找他做 所以對於六八九來說 其實是 一個 很大的打擊 他想著 想做 想連任 不是連任想著 翻炎 結果看來 中途殺出 李家超對他來說 以及對林鄭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了 葉劉 葉劉也挺有趣 記者問葉劉 李家超 當年你 閣下 2003年的時候 搞23條立法 你又是做保安局局長 又統領這個 幾萬個 紀律部隊 不過你搞不定 你就問責下台 其實他不認 他不認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 說要解僱他 那時候他就說 我上來香港 我讀書我辭職 但李家超推 這個逃犯條例 又是失敗的 就升官 葉劉 你覺得你感到不值 那些記者就問他 很值得 做記者是很討厭的 這個行 但我就喜歡 他們夠討厭 如果記者不討厭的話 他就不稱職 他不懂得問尖銳問題 他就等於被人做宣傳 不只是 不知你的感受如何呢 那些 戴個黑框眼鏡 你可不覺得 令到自己更加輸生一點 沒那麼多殺氣 那些問題 你聽完之後都想作嘔 所以就說 你可不覺得好不值 葉劉就說 很難政治比較 都成十八九年前 環境現在不同了 葉劉就說 很欣賞這三個獲得提拔的官員 包括警務處長 他說李家超升官之後 相信也會負責教育工作 現在很多學校都不知道 怎麼做國安教育 我剛才說了 是不是 所有的 全部都是國安教育 相信李家超會給很多個指示 他被問到 警隊出身的官員 是否身價水漲船高 他就說 多名紀律部隊出身的官員 獲得提拔 反映到中央非常重視保安工作 完全可以理解 未來特首是否需要有警政保安背景 記者又旁考側擊 行政長官工作更加廣泛 約安老房屋 只是熟悉保安未必足以應付 跟人同命同傘不同病 18、9年前跟今天真的很不同 18、9年前 23條罵 剛剛開始 2003年50萬人上街 剛剛開始什麼 中國大陸 北京政府對香港的政策 由 盡量避免干預 盡量避免插手下來 變成 開始派人下來看著 發生什麼事 觀察 收集情報 一直到今天 簡直是 沒有了 港人治港 沒有了一國兩制 全部都是名義上 Figurehead 所以真的不同了 跟18、9年前比較 葉劉會體會更加深 大家都是保安局局長 不過一個是AO出身 一個是 警察出身 現在警察受到氣重 他都自己看到 非常重視保安的工作 不過他提到一件事 做特首更加廣泛 只懂保安是不行的 似乎 他都 以為自己還有一絲的希望 不就不同呢 我又做過保安局局長 又做過其他的政策局 裏面 一直這樣上來 做過民主的議員 滾過地沙 做過這個選舉 我就對於香港的理解很多 其實他的意思只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對於這三位來講 都是沒有運行的 因為強硬路線是 改了 越來越強 清清楚楚 將來是 警政出身的 會一直扶搖 會越來越多 有警政出身背景的人 會做這個 政策局局長 然後取代AO AO治港的年代 已經過去了 由 商人治港 變了做 AO世界仔治港 又 變回做 人家說地下黨治港 又變回AO治港 兜兜轉轉之後 似乎現在看到條路線出來 一定要由 強硬路線的警察治港 中央才放心 所以 各位朋友 你們真是要看路 撿生 接下來會是怎樣 而且這幾個我剛才提過的 777 189 和葉劉 那個特首夢 應該成了 應該完了 好了暫時經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直口快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Lot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Lot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在網上購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t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LotVPN 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